桃花冲旅游度假区 地处大别山南路 毕生故里 阴山县的东北部 大别山第二竹峰 大同间坐落在境内 是金楚大地第一缕阳光升起的地方 荣获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国家森林公司 国家自然保护区 国家森林康阳基地建设试点单位 省基国防教育基地等称号 桃花冲织绣 在于它的生态山水 总面积为28.53平方公里 森林覆盖率98% 海拔500米至1698米之间 境内拥有毕波万青的原始次生林 生态植物完善 珍稀栋植物资源十分丰富 是我国南北季后的分界线 日照充足 与热同济 四季分明 年平均气温保持在17摄氏度左右 空气中复养离子含量高达每立方厘米 两万个 十里桃花溪 蜿蜒通幽 溪水缠缠 白鸟和鸣 沿途九龙铺 赤链铺 桃花铺 瀑布高悬 仙女坛 静心坛 玄武坛 坦坦清碧 春天五色桃花 静香绽放 风飞蝶舞 五彩缤纷 美轮美奂 沁人心脾 深秋时节 三黄两翠五分红 红风骨鸳鸯夷一带 山上灿若红霞 阳光下夜夜深辉 临终 小镜上 西边 洒落一地 平天妩媚 飘落在溪流中的红枫叶 清幽地流向远方 桃花冲之魂 在于他的身后底蕴 春秋战国时期 吴子旭过昭关 一夜白头的故事 就发生在这里 西海东率红二十五军 从这里北上长征后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 高敬廷 何耀邦 第三次组建红二十八军 率领三千将士 在此坚持三年敌后游击战争 被毛主席评价为 很了不起 很不容易 很有成绩 原湖北省长张体学 一九四六年 率部中原突围后 在桃花冲 大中原 召开军事会议 停止东径 坚持游击战争 拖住十万敌军 在大别山区 达半年之久 桃花冲之乐 在于它的游戏体验 桃花冲滑雪世界 衣衫棒式 鞋棚摇游 放荡雪场 无影翩翩 行云流水 夏夜帐篷无影 清风熄来 静享新凉 观星赏月 拥抱大自然 体验矿泉水中的漂流 抚平心中的暑气与浮躁 感受到徜徉山水的乐趣 桃花冲之运 在于它的自然朴实 桃花冲森林康阳基地 桃花西小镇 建在海拔一千零五十米 至一千一百二十米的 羊天窝山腰 在天然养疤中 一起采茶 炙茶 喝茶 种菜 摘菜 做饭 散步 聊天 赏民俗 打太极拳 一起品药膳食品 中医外置 推拿按摩 调养生理技能 闺蜜同行 亲自同乐 家人同居 运味无穷 流连忘返 静静桃花冲 度假 养生活 在这里 您能远离城市的喧嚣 回归 虚异田园 找到一方 无心 安放之地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